有關家庭暴力的案件在華裔社區實有所聞 但受害人往往是不敢聲張 尤其如果正在辦移民身份 很多受害人會選擇忍氣吞聲 其實當前法律有專門保護 並幫助家暴受害人申請綠卡的途徑 今天的移民崎嶇制度專題帶您深入探討 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 不少華人碰到家暴問題 可能都會選擇忍氣吞聲 律師表示碰到家庭暴力犯罪 關於家庭暴力導致的身份問題有很多情況 不是辦法 如果你發生了家庭暴力 如果你覺得你是有危險 那你一定要打911 如果你那時候不是有危險 你想跟其他社區的機構談一談 那你應該打電話去 關於家庭暴力導致的身份問題有很多情況 今天我們先針對已經申請 但尚未取得綠卡的情況來說明 對於辦身份辦到一半的家暴受害者來說 除了身心上的煎熬 還要擔心配偶會撤銷 已經遞見的綠卡申請案 甚至可能導致被遣返的命運 如果你是李先生 你是虐待你 不過你現在考慮過 你現在不想跟他分居 你和你的先生就說 OK 我不幫你申請綠卡 你可以自己申請 還有你可以繼續和你先生一起住 原來當前移民法律中 有一項特別的規定是保障家暴受害人 透過婚姻辦理綠卡都是由配偶提出申請 沒有身份的家暴受害人可以透過VAWA 不受配偶的影響也不會受到配偶威脅不辦身份 由自己申請移民身份 申請表那些全部的證據 全部都是保密來的 就算你的先生打電話去移民局問他 我太太有沒有申請過這個VAWA 移民局不會對他說你什麼 因為你的申請表 這個VAWA的申請表全部都是保密的 對於已經申請入籍的人士 如果配偶撤銷原本的贊助又該怎麼辦呢 或者你先生已經幫你入籍了 不過後來他就說OK 我不再幫你 那你可以自己去申請VAWA就行 至於受害人如果決定 要離開有家暴問題的配偶 律師提醒離家前要做好準備 你還沒離開之前很重要 你最好就拿你自己的證件 即是你的護照 你的結婚證書 你的出世子那些東西 此外申請VAWA的規定 申請人的配偶必須是美國公民 或永久居民 因此有關證件也要帶上 如果你可以 就是可以 復印你的先生的護照 要復印他的入籍的certificate 如果你將來想申請VAWA 這個證據是很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加州有庇護政策 受害人不需要害怕配偶去舉報 其身份問題 或者擔心報警會導致遣返 社區有多個非牟利機構 可以提供免費或低價服務 詳情可以致電洗年移民維護社 電話是415-813-1958 26臺記者古林佳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